再来给这一颗百香果做一下支撑 先把它的这个须须给解出来 像糖黄一样 再来给这一颗百香果 把他的这个须须藏在这个爬藤架上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个角落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把它弄成一个小池塘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养鱼 而且还可以种点荷花碎莲什么的 这里再给它够一个假山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防肾膜我已经买回来了 现在就把它垫下去 这个防肾膜好厚 看撤都撤不开 这样的话里面还可以养点龙虾 不会把这个假布 因为这里是一个不规整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会折一大块 在这里比较的难看 不过到时候我用这个泥把它压下去 就不会影响美观了 再把这里用胶子沾住 给它沾一下 暂时就这样了 到时候还要把这些边边角角 给稍微处理一下